南投有个科兴女子 长期照顾罹患红斑性狼窗的女儿 因为因此就无法外出 那工作所以就在家里面制作饼干上网贩售 但是女儿的病情又很常有突发状况 所以她就是没有办法准时交货 最近她才想到要寄货给一个老主顾 打了好几天对方都没有接电话 之后收到简讯就才知道对方已经过世 母女就决定把这批饼干送交给医院做公益 把老主顾的爱延续下去 将好几十颗的鸡蛋一次倒进 搅拌机里头打发 接着倒入糖粉准备做出 一包包好吃的手工饼干 来自南投的正名科兴女子 因为长期照顾罹患红斑性狼窗的女儿 起机无法外出工作 因此在家里制作饼干上网贩售 偶尔女儿还会来帮忙做饼干 但女儿病情时常有突发状况 导致无法准时交货 最近她寄货给一位老主顾 打了好几天的电话 对方都没有接 后来才得知老顾客已经过世了 后来一天晚上很晚的讯息就传过来说 不好意思我太太已经过世了 当下我听到她真的很难过 起机妈妈很伤心 无法将做好的饼干送到老顾客手里 再加上对方已经付款决定将这些来不及的饼干 送给医院做公益 我就跟我女儿商量说 不然我们就替她做点事 就是做成一些小包装的饼干 把它送给医院他们医护人员 母牛娘将这批饼干分成三千包 分送到三间医院 为劳辛苦的医护人员 希望将老顾客长期对他们的照顾 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将温暖延续下去 华新闻领声杨中颖 周大响南投报道